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高中基礎生物裡面 有關排泄的部分 排泄基本上就是所謂談到是泌尿系統 那我們很簡單看這個圖 我們的泌尿系統包含了我們的腎臟 還有輸尿管 然後這些膀胱膀胱尿道可以嗎 好 那所以我們如何將身體不要的物質 透過腎臟形成尿液出來 我想首先把腎臟去做剖面圖的時候 你會發現腎臟的外圍叫做皮脂 裡面叫水脂 而我們今天製造尿液的地方呢 就會從皮脂這裡面的一些的細胞 慢慢的去增加一種 後來透過我們的皮脂水脂 然後透過腎臘 透過輸尿管排出到膀胱尿道出外嘛 ok 好 那我們再更細的看的話 構成腎臟的基本單位叫做腎圓 所以腎圓就是腎細胞 那腎圓裡面有哪些結構 注意看好 腎圓裡面包含了 由腎絲球這些微學觀望 跟外圍的包式囊 所組成的我們把它叫做腎小球 那以及什麼 以及有這些管子的部分 我們把它叫做腎小管 整個腎小管包含三段 包含了所謂的近區小管 亨爾士套跟遠區小管 三部分 所以我們的腎圓就是由腎小體 腎小體這部分 跟這些的管子腎小管所組成的 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張圖 也就是我們的腎圓做了哪些事情 其中腎小體裡面因為微學觀望 所以可以把一些怎樣 我們不要物質通通怎樣 過濾給包式囊腔 所以我們這整個腎小體部分 它主要是負責所有的過濾作用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的是 我們今天過濾作用只有蛋白質過不去 可是其他的可能是有些我要用的 會怎樣也一併過濾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腎小管 就會透過再吸收作用 這個再吸收作用主要是把腎小管中 我們要的物質再回到血液循環去 所以你看嘛 為什麼腎小管的周圍會有這些的血管分布 就是等待 裡面本來是我身體需要的 我把它吸收到血管去 可是相反的 剛剛過濾可能會有一些漏網之魚 就是我身體不要的怎麼辦 再透過這些的血管 再送回腎小管中 這叫做分泌作用 所以再吸收是收回我要的 分泌怎樣 是在把不要的物質 再把它推回給腎小管 然後最後透過頸藥管輸出去嘛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今天 假如有個物質我舉個例子好 好了葡萄糖 喜相中有1 跑到過濾 你命也有1 為什麼 因為它是完全被過濾的 可是在釀葉中為的是0 因為幾乎百分之百被再吸收嘛 對不對 那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今天尿素 喜相中0.3 的確 喜相中0.3 被過濾給包式囊了 可是為什麼正常那幾乎20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因為 跑到尿液中 我們大部分的水 不會完全把身體的水通通跑尿液中嘛 所以有部分的水會再收回到體內 所以尿素的濃度被濃縮了 第二個 有些尿素可能會再被用分泌作用 再跑到尿液中去的 所以它量是增加的 那我再看看剛剛的例子 剛剛我們的蛋白質 喜相基石 為什麼濾意中是0 因為根本不會過濾 所以 我們的腎臟的基本單位腎原 它的過濾是蛋白質過不去的 其他物質可以過得去 可是其他物質過得去以後 好的物質透過再吸收回來 而不好的物質呢 再透過分泌作用再回到腎小管 這樣就可以完成怎樣 整個排泄作用 好 所以基本上 老師今天用這段影片 把簡單的 泌尿作用裡面的構造 還有腎原的基本功能 用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們再看看有問題 還可以再問老師 好 那我們這段影片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